华晨宇学员,邓紫棋第二,迪马希第二,沈梦辰闺蜜全军覆没 华晨宇学员,邓紫棋第二,迪马希第二,沈梦辰闺蜜全军覆没 歌手2018突围赛结束了,一共有十个歌手参加,其中有四个是女歌手,但她们全军覆没了 下面跟着北京青梅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CEO,知名于平人吴清宫来看一下 一,华晨宇学员,苏诗丁 苏诗丁作为踢馆歌手参加,一共征战了五场,也算是赚到了,毕竟她是华晨宇在天籁之战的学员,如今却和华晨宇在一个舞台上PK 苏诗丁突围在第四个场,还算不错的签位 苏诗丁的歌手生涯这也算巅峰了,不可能有再大的发展了 因为她1988年出生的,和杰师姐同岁,比华晨宇还大,潜力挖掘得差不多了 二,邓紫棋第二,张天 张天一出场,就被誉为邓紫棋第二,因为他们都来自香港,都明不见经转 但是邓紫棋参加《我是歌手》之前已经在宏馆开过演唱会了,而张天只在酒吧里唱过歌 张天在歌手2018的舞台上唱了五场,突围在第五的场,成绩却是倒数第三,好于李孝东和李盛杰 恩京一度谣传张天要和天鱼签约,现在没有达到预期,估计也旁了 三,迪马西第二,KZ谭顶安 KZ谭顶安一出场就被誉为是第二个迪马西,因为都来自亚洲国家 KZ和苏石丁,张天一样也唱了五场,感觉这一届的歌手有点分猪肉的意思,大家平衡发展 KZ无疑也是成功的,把菲律宾的经典歌曲介绍到了中国,同时他在中国参加歌手的画面,传回到菲律宾以后,也别誉为国家的英雄 菲律宾驻华大使馆的官员,多次来到现场为KZ加油 KZ的音乐合伙人是谭又鸣,是20010快乐男生,华晨宇的师兄,也是一位歌手 KZ 本次突雷赛,谭又鸣亲自弹吉他为KZ伴奏,也没有帮助他闯金纵决赛,遗憾 4.沈梦辰闺蜜,玉可为 玉可为和李孝东一样,是本季歌手里唱的最少的,只有两场,实在是丢了超女,快男,快女的面子 假如他唱时间主语,说不定就进总决赛了 4.沈梦辰闺蜜是玉可为的音乐合伙人也是闺蜜,得知玉可为第六个出场时,沈梦辰兴奋的在沙发上又蹦又跳,可惜玉可为的成绩仅仅好于KZ和张天,连租师丁都不如 难道真的是男色时代到来了吗? 为什么女歌手成绩不好呢?